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Crystal 是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如果大家看一看身後面 是否覺得跟我之前其中一個影片是同一個地方 沒錯 我們當時有一個一房間 一次包一個住宅的單位 就是那個建築的 已經賣了 剛好我亦有一個新的單位 1加1 兩個洗手間 一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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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棟建築後面的小社區 大概五年新 地址是89號 South Town Centre Boulevard 我們在這棟建築 都可以走到那個住宅建築 這是萬錦市的心臟地帶 所以它的地址簡直是沒得頂 在這棟建築大約五分鐘便可以來到這棟建築 這棟建築有很多很多麥克風茶 醫療辦公室 有中醫 有車仔麵 有麵包店 有士多店 還有等等 這棟建築一走到出來 前面這裏就是Highway 7 那裏有巴士的 那裏就是Viva巴士線 這裏就是South Town Centre Boulevard 大家看看 地面那裏有些橙紅色的顏色 那裏是Viva的巴士專線 這裏就可以去到康島建築附近 大概走兩三分鐘便已經到 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 那裏的公園建築 我以為要用來就先指一指 給大家看 走過去三分鐘 我們現在走過去 好 走吧 在這裏公園走過來 過了一條馬路 大概三四分鐘便來到這個大堂的正門 我們的單位89號South Town 其實就是這個建築的三樓 方向是向西 所以是看著這邊 前面沒有高樓大廈 環境視野都不錯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單位 在大堂走進去89號這個建築的升降 大概是十多二十步左右 你都留意在這一個社區 總共有四個康島建築 共有一個康島建築的 它的居住都十分十分之好 有遊泳池 有籃球場 即是室內籃球場 有派對房 有健身 有樓盤 有樓盤 等等 我們的單位就是三樓 Unit 30 我們的單位Unit 305 就是一出電梯轉了 走幾步路 再轉右 第一個單位 就是我們305E的單位 所以很近的 這個單位除了洗手間之外 整個單位都是Lamonade樓 和9呎樓底 好了 我們現在的門一進到 這裡就是一個小的搖掛位 這裡可以放一個比較高的階段位 就不會浪費位 可以利用到這裡的空間 接著這邊就是一個釘 要留意 這裡是有一個sliding door 你可以完全把這個釘 converse成第二個睡房 或者你可以變成一個有小朋友的人 你可以改成一個play room 大人的 你可以做一個study 或者一個work area 或者是單身 要找夫妻的 又沒有小朋友 你就多了房間出來 你就可以把這個改變成一個walk-in closet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衣櫃 可以去擺褲和其他鞋子 這裏還有一個小的storage地方 可以放吸塵機、抹地、其他cleaning supplies 這個單位有兩個洗手間 這裏就是藝衣的洗手間 就是客廁 有洗館、toilet和shower 洗衣機、乾衣機就在這個門的後面 接著我們就來到廚房和dining room area 這個廚房呢 所有的carbond都是深色的 以及都連著一個coulding頂的 以一個condo來說 其實它都夠carbondless space 全都是steamless steel的 piasis granda的carbond top double sink 以及後面這裏 也都已經做了一些ceramic back splash 來的了 至於dining room area 因為它這裏是沒有給到一個central island 那我就覺得 如果我真的住在這裏 我會怎樣去擅長這個地方呢 可能就是買一張 很漂亮 正當人裏長的餐桌 即是吃飯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裏 如果有多些朋友來的 你可以把餐桌 拉出來放在中間 還有路 我們以前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星期 才會買一次菜 而且我發現很多日 就是weekend 他們就會prep 就是prep 還是下個星期 究竟要吃什麼 那時候你去storking 買了一代二代的 你就可以利用那張桌 變成你的central island 那你就會多些counter space 去做 即是在廚房做到你的東西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個living room 這個家庭呢 是比較長型的 那living room呢 就是因為是長型 所以living room這邊呢 是可以夠位擺一張很大的沙發 L shape都完全沒有問題 是夠大的 那電視機就是這一邊 那就可以出他的balkanye 那這個家庭是向小的 那就好慘了 前面的單位 不是前面的building 都兩層高 所以呢 你個視野都不斷太差 還有呢 有很多人都會擔心 哇 那單位向小 太陽下山的時候 即下午三四點 當時就很曬了 那我就覺得 這個單位就不需要去擔心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balkanye 是凹了進來的 兩邊都有牆 那其實你這兩個牆 已經是阻擋了很多陽光 曝光了這個單位 那所以我就覺得 都不會太曬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去睡房看看 另外一個洗手間就是這對門後面 那這個是balkanye 有walk-in closet 然後這裡就是睡房 那睡房這裡呢 就可以擺到一張queen size的床 那它這裡的 因為這裡有個位置 是放進去的 那這裡就可以擺個 化妝桌 即是背仔 那這裡就有一個落地玻璃 還有都要留意了 它這個單位呢 是用兩個家庭的 那睡房裡面這裡 也是用一個家庭可以擠進去的 就是用一個家庭的 好處 那我們這次就要看看 就是這個單位的Parking 這個就是出電梯的門 然後第一個Parking 這個就是單位的停車位 號碼也很好 188 Locker就在這個車位的後面 就是這裡 我開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Locker Locker的尺寸大概有六七十尺 是比平時的Locker大很多 通常很多condo building的Locker 是你一進入門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小櫃 但是這個是比平時的櫃 大一倍 大一倍 對 是雙倍尺寸 是可以放到超多東西 風片械 吉的行李箱 吉的箱 等等 對 紅點就是condo的位置 位於萬感市的心臟地帶 交界位於Highway7和Warden Highway7有Viva的巴士專線 在這裡的condo走出去 大概5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 駕駛的話 來高速公路也是相當之近 大概10分鐘之內可以去到 高速公路404 5分鐘之內就去到 高速公路407 說明是Prime Location 所以駕駛5分鐘之內 已經可以去到Shopper Noville Supermarket 這邊在First Markham附近 也有兩個大型的華人超級市場 附近當然不少得過 有不同類型的飲食 還有如果駕駛5分鐘之內 已經可以去到Downtown Markham 這裡有戲院 有Good Life Fitness 還有一些比較高檔少少的餐廳 還有這裡有一間茶餐廳 也蠻好吃的 如果要去公園的話 只不過是過了Highway7 這裡有一大片綠地 可以讓大家散步 這裡也有一個小型公園 這一個就是下網區的地圖 你看一看這四間中小學的排名 都相當不錯的 現在這個單位的叫價是$74.2 記住了 是不需要搶儲 每個月的管理費是$422 地需大概$2,400 在2021年 如果是對這個單位 或是有其他問題的朋友 可以在這個留言列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好